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整面背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 欢迎收听圣经好好听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的是 提摩泰前书第二章 开始咯 我劝你 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祷告 代求 祝谢 为君王和你切在位的 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尽全端正 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 可蒙悦纳 他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宝 乃是将士为人的接住耶稣 他舍自己 做万人的暑假 到了时候 这是必证明出来 我为此奉派 做传道的 做使徒 做外邦人的师父 教导他们相信 学习真道 我说的是真话 并不是谎言 我愿男人无愤怒 无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 又愿女人廉耻 自首 以正派衣裳为装饰 不以鞭法 黄金 珍珠 和贵家的衣裳为装饰 只要有扇形 这才与自称是静 神的女人相移 女人 要沉静学道 一味的顺服 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她 狭惯男人 只要沉静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 乃是女人被引诱 陷在罪里 然而 女人若长存信心 爱心 又圣洁自首 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今天的影片 就到这边结束了 下次 要记得跟我们一起读圣经哦 拜拜